就算是iPhone16来了 它也是近5年内最好的iPhone 没有之一 13PM别看它夹在12PM和1415PM之间 不上不下 但却是最香的一款 为数不多的短板就是充电慢 这也是唯一通用的一个问题 而且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 13PM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像目前这个12PM256G亮机 在咱们家的报价是34张 那么相同机况同样内存下 13PM256G是45张 而14PM要61张 15PM要70张 那当然也有人会说 13PM和12PM相差1000块 但你要想清楚 12PM它给了你什么 A14的一个性能 不用质疑 日常玩个游戏 刷个剧都不在话下 但是它的这个续航能力 确实是在PM当中 是最拉垮的存在 反观这个13PM升级了 更加稳定的F5芯片 而且还升级了摄像头硬件 和电池容量 还首次用上了120Hz的 一个动态刷新率 一定要说有什么缺憾的话 那可能就是缺了一个导 但这也只能说 是个人喜好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14PM 对比13PM 它的升级点的话 其实也不多 除了刚刚提到的 这个灵动导之外 也就只剩下 这个4800I像素主射了 最后的这个15PM 它用上了最新的 3nm处理器 和这个钛金属的一个中框 而且充电口也换成了Type-C 实际体验的话 并没有提升太多 所以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 13PM才是综合表现 最完善的iPhone 当然如果说你持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区 说出你们的想法